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有18.77% 上升至18.78% 上周我们关注到创萌天地就已经与腾讯是订立了合作合同 签订合同之后就获得大股东增持是否会暂添信心 但是持股比例调整方面关注到影响并不大 所以相应的对于股价这方面的影响是否也只是轻微呢 那我觉得还是那句老话吧 那这些高管们他们的一个去做股票的新法 那我觉得跟我们散户不一样啊 那人家可能会低息啊 你看到说就就比如说之前李嘉诚也是不停的增持 他旗下很多的公司 比如说常识也是他一直买的很久啊 就疫情开始一直买一直买 买到现在的话才开始涨啊 那所以我觉得的话这一些 他们他们的投资逻辑可能真的是很长线 然后他们也是知道说这个公司可能将来发展的前景 或者怎么样了所以才会慢慢的慢慢的去买哈 那所以这一些的话就肯定不会是很短线之间 就出现很大的反应啊 那就可能是啊就李征持那一两天的话 就可能涨一点点的 大家之后的话也是继续盘整也是有可能啊 那本身的话其实创梦这一支股份 他的这个走势一般般啊 看到说有一个啊 其实也算是下跌走出走的出来啦 那所以整体走势又没有太太靓丽的感觉 那但是啊那如果说他他现在有增持的话 那可能这是他sens到公司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将来 那所以才开始慢慢买了 但是我们的这个啊 散户的投资逻辑 我觉得不能就跟他们这么走啊 那因为人家可能股份很多 你看他说他70亿的市值 人家占了18个percent的 所以就就差不多十几亿的一个一个 呃公司也是在他手里面 那他有十几亿可以呆啊 但是我们不行啊 那所以我们要等他 那可能他现在回购了 我们知道他这个也真的是有增持了 然后如果说伴随了这些消息之后 也是有一个上涨趋势出现的话 我们再去进入了 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暂时观望就好了 那增持到某一个地步 那如果说那些消息真的起来 或者是他所去 就管理层之前所预期的一些真的 东西真的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股价也会伴随着一起改善的 所以我们先等股价有机会改善的时候 我们再一起进去吧 嗯 所以今天看到在股价方面呢 影响也并不大 所以大家可能还是以观望为主 另外说到游戏股 今天想跟您再来聊一下网易 昨天看到暴跌超过8% 今天早上有轻微反弹 但是也有接近1%的一个情况 消息面上呢就是哈利伯特魔法觉醒 在上周是被玩家集体投诉 对于新春福利转盘设计并不感到满意 那么投诉呢更被是推上了微博热搜 网易已经是迅速道歉 并且取消了新春福利转盘 不过呢招商证券就认为说 网易快速为事件降温打击有限 更加是反映了为事件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 可能证明了游戏是比较热门 而且还成为了话题 那么您认为这个事件是否已经被完全消化 又是否如大行所说 反而可以当做一个利好来看 体现了这个游戏呢 它被大家的这个玩的一个认知度 还有这个知名度实际上是比较高的 后续可能还会成为一个变相宣传的可能性呢 那我觉得这些 就集体投诉这些东西 也不是第一天发生的 那哈利伯特这个游戏的话 就我觉得最近很火红 那很容易在玩 那所以就 我觉得不会因为这些小小的投诉 然后就可能就大家就不玩了 那因为 因为你已经入坑了 已经成为这个骨灰级玩家的话 你肯定还会继续投资下去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 像是网上游戏这些东西的话 当然也真的有一点 就像这些官媒所说的这个精神毒品 你如果就某一个游戏上瘾的时候 你又不停的磕镜的时候 其实也真的是可以非常的上瘾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一些就比较短期的一些 可能就大家感到不满啊 那或者是有一些投诉这些的话 就并不会是一个对于股价来说 有一个很大的反应的一个东西啊 那可能就最近 大家是想吵小闹一下 闹完之后呢 可能出一些补偿方案什么的 那补完之后 大家会继续都很开心的玩游戏了 所以我觉得就对于这个股份来说的话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反应了 那之前很多的游戏 其实也是出现过 类似的事情啊 大家跑到这个 这个Google Play Store上面去骂他 就投诉 然后给差评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对于游戏商来说的话 也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呢 这个影响度来讲的话 现在可能逐渐的在被消化了 那网易现在是在150元附近 后续的直播率有多大呢 后续来说的话 我觉得网易也还是 这么多间的客观股里面 总是相对比较好的一支 那所以我觉得就反正 它如果没有跌穿前低 差不多140这些位置的话 我觉得可以就后继 有机会的去买入 那看它这个盘整的趋势 可能可以走多久 那如果这个伴随着其他客观股 也是一起破位的话 我觉得网易应该会是领先的一支 那说到游戏股 看到大家现在都在进军元宇宙 上一周在节目当中 我们大家也跟大家聊到了 关于微软去买暴雪 这件事情给游戏板块 带来的一些震撼力 那么内媒这方面昨天有一个消息报道 就是网易以及爱奇艺等多个元宇宙商标 申请是被驳回复审 国家知识产权就回应说 元宇宙是一项新技术 不能作为商标被个人独占 你会如何来解读 这样的一些相关消息呢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外围这一方面 像微软豪质重金去买暴雪 进进元宇宙 种种的这些事件 实际上会看到元宇宙的战局 已经在海外市场打响 但是中国这一方面 是否会因为监管的影响 无法参与到真正的一个争夺战当中 元宇宙对于企业来讲 估值这方面可能也会被打压呢 这个真的是不知道 那因为这个元宇宙这个东西 现在还是很虚无缥缈的 那但是就中央出这个消息 我觉得它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会不会真的之前 其实陆续也有官媒跑出来说 就如果说自己有做 这个元宇宙的公司 必须要就是你澄清一下 你到底哪份业务 就有涉及到这个元宇宙 你就很不喜欢这些上市公司 可能就打着这个元宇宙的旗号 然后就跑到市场上面去骗钱什么的 那我觉得很多的 就官方吧 或者是政府方面就很不希望出现这个事情 那所以就对于这个元宇宙这个东西呢 就是就出现很多打压 或者是就基本上就不让大家去炒这个东西 所以这一次就大家去申请商标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大家就政府方面为了压制这个厂峰 所以就先不让这些商家可能去 这么快的去申请这个商标呢 我觉得也是有机会啊 那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 最近因为这个客网方面的一些监管也是很比较严重嘛 所以监管方面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就是反正也是这一对客网公司会做这个这个元宇宙的业务 那所以就顺带在这一方面也是可能压制一下他们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就可能发展元宇宙也是将来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方向的 但是短期来说的话可能中央就不喜欢这一些很虚无缥缈没有实际性盈利的东西可能出现一个就就防止出现一些客网的泡沫吧 我觉得短期来说的话就应该也还是会维护这个这个商标啊方面的一些东西 但是只是说短线的一个行政方面的手段吧 短期来看的话是防止很多企业跟风去炒作 那么长远来看的话感觉好像中国这一方面对于元宇宙的一个概念认知 它有一点像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方面 而在海外市场呢可能元宇宙更多的还是大家对它的认知呢 是在游戏领域的一个扩张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一个不同了 那么另外呢想跟您再来聊一下赤子城科技 今天呢看到它也是有配股的消息传来 这个配股潮还在继续 它是配售9236.6万股 相当于经扩大 以发行股本约7.75% 配售价是每股3块8 那叫赤子城上日的收市价4块2毛2 折让约为9.95% 集资是3.5亿元 那赤子城科技就表示说 所得的款项金额约为3.47亿元 50% 预计将会用于推动自身业务的发展 来提升社交业务和游戏业务的变现能力 另外的50%会用于寻求战略联盟 投资和收购 今天早上关注到呢 这支股份没有下跌 反而轻微反弹到过4块3的位置 那目前呢也是站稳在了4块3这个附近 4块2毛多以上的位置 那么配股之后还能起稳 甚至还会有轻微的上涨 是否也是预示了投资者 对于它后续的发展是更为乐观呢 我觉得赤子城这些的 它就有一个配股的动作 那我觉得也算是就可能 为将来的一些业务去铺路吧 那但是就这个股份来说的话 对于它配股就并没有说有太大的憧憬 那虽然说这个配股的话发行价是 是3块8毛钱 今天曾经差不多初级也跌穿过一点点 但是又后来就有重新上来 那我觉得走势上市不错的 可以用这个今天的低点当一个止损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去往上涨 但是整体公司来说的话 我不觉得它的业务有很大的吸引力 那都是做一些可能很简单的游戏 那或者是在游戏里面插播一些广告 这类的一个业务 那这一些的话我不觉得是一些 很有行业方面的护城河 或者是很值得长线投资的业务 所以就它出来这样子的话 就可能短线会有一波炒作 那但是那波炒作的持续性有多久的话 这个真的是有待确认的 虽然市场现在对于它后续的联盟 还有这个整体的一个扩张 是有一些憧憬的合作方面 但是正如Casper所说 目前能见度并不高 我们还是要以观望为主了 这一时段非常感谢Casper带来的精彩分析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聊 再见 再见